释迦牟尼佛不是神 不是天使 他是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印度人称他为佛陀 佛陀翻译成中国意思是觉悟的人 跟中国圣的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人圣人 圣的意思是明白人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他明白 这叫圣人 印度人称为佛陀 那菩萨明白没有究竟 还没有达到圆满 是个明白人 不是究竟圆满 究竟圆满成佛陀 是你得懂他的意思 但是现在许多幸福的这佛教徒 把佛当作神明看待 把菩萨都当神明就错了 这就是张家大师讲的 你走错了 你走错路了 张家大师当年给我说的话 以后我慢慢体会到了 为什么呢 看到许许多多人 迷信 不了解四世真相 把佛菩萨当作神明 去供奉 去膜拜 不知道 佛门里面这些佛像 是表伐的 不是叫你放在那里 烧香拜拜 不是的 寺庙就好像现在的博物馆一样 它是教学的 佛法是教师 阔堂跟博物馆融合在一起 没有分开 这就用现在的话说 是艺术的教学